完美告白 主持人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苏星宇 今年28岁了 我来自云南 我的家现在大住在广州 我是一名演员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我父母说 我想放弃了 我不想再做了 你们知道吗 实在这九年 我实在太难受了 我在这里九年 我等于就是混了九年 我一开始 我以为我会像我妈妈说的那样 我会变成明星 可是恰恰想法 我没有 我没有 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 我为了出名 我爸妈要求我多次去整形 我的脸 鼻子 还有兔子 你们知道我多疼吗 因为我的心率过快 医生他不敢给我打全麻 总是怕麻 我每一次在手术台上 我都好害怕 真的好害怕 我总是有一种九十一生的感觉 我好难受 我妈也不让我谈恋爱 因为做演员嘛 她觉得谈恋爱会影响我的视野 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谈了好多年 但是父母就一直在反对 因为男朋友 他理念跟我家不太一样 就这样偷偷摸摸 拖了好多年 男朋友也分手了 那你父母逼了你九年 你怎么坚持了九年 我爸爸比较凶 然后我妈妈是生病的 我妈妈眼睛已经快要瞎了 耳朵听不见了 他两次脑梗塞 现在他反应很慢 说话很慢 所以我就忍到现在 因为你一上来 你就说你是个演员 我首先得确认一下 你现在不是表演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今天要来到这个现场 让这么多观众 全国的观众可以看到你 所以我在想 这是不是炒作呀 之前我站在一些小舞台上 都会给人家笑话 给人家看不起 但你们知道吗 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舞台 也是我最后一次登上这个舞台 我就想借这个舞台 让我爸妈死心 让他们理解一下我 我没必要再炒作 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 你有些许的成绩吗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我这九年 我只不过是最低层低层的一个跑步套的 现在好像上年的那个飞狐外转 就是发那声拍的 然后我跟他也有对戏 但是把我给剪了 你能不能给我们现场人展示一下 在表演方面的一些功底 我们来看一看 不好吧 没事没事 我今天我是想来告诉我父母 我不做这一行的 我不想表演 我们还是想看一下 你到底在这方面九年 到底是白白浪费 一无所成 还是有一些成绩 我可以表演口径吗 我会变脸 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我会变脸 我演的都是一些丑觉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老演丑觉呢 反正我长得也不好看 就演丑觉 因为演丑觉容易出名嘛 容易给人记住嘛 那你是什么时候在走这条路 走着走着你破灭了 年龄大了 我年纪大了 人家就28岁的人都结婚了 我想过这个年龄段 想过的生活 我想找一个男朋友 我想结婚 我想有个宝宝 因为我常年在外面拍戏 我根本照顾不了我的家人 我妈身体不好 我就想我有个家能待到我父母身边 我今天就是过来求他们同意 你这些话有没有跟自己的父母说过 他们不答应回事 是妈妈不答应还是爸爸不答应 两个都不答应 都不答应 都想让你做明星 对 都不答应 我之所以我来到这里 因为我想通过你们这个舞台 我告诉全部观众 我要放弃这一行 因为播出去了嘛 我的父母就会死心了 我可以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呢 我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想问一下你 就是如果说通过今天的节目 在演艺事业上 可能今天走出去之后 你就不是九年以来 你这么平凡的你 你还会想放弃吗 会 我不会再做了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让他做表演是我们邀请的 他没有自己说 我来秀一段什么什么beatbox 或者是变舞之位 是我们邀请他做 所以他说这句话 我大致我还是相信的 就是自己坚决地 要放弃演艺的道理 对 但关键 你不做这个 你就要做点别的 我之前读的是酒店管理系 因为我很多同学毕业了 很多年都已经人家都做老总了 我就想去找他们 让他们给我找一份工作 我可以从头再来 我这个我不怕的 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 他父母真正的想法 我也想特别快地看到他父母 了解一下他内心当中 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决定 他们今天会不会来现场 我们不清楚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锦旁边 你觉得你的父母今天会来吗 应该会 第二 如果他们今天来到现场 依然以自己身体不适合 对你莫大的期望 为由 要求你继续做下去 你会怎么回答 我 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一次 我快挨不下去 如果父母在你表达了你挨不下去之后 黯然神伤地慢慢地走出这个舞台 你忍心吗 不忍心 但是我没办法 我不想看到我的未来 没有 就我不想我的未来看不到你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为了今天放下演绎的道路不惜一切 是吗 是 这一切也包括自己的父母 我就好好跟他们沟通吧 我希望他们理解我 当然就不要太刺激他们 祝你成功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五 三 公 他父母哪里没有啊 在第二现场是吧 来让我们开启第二现场 阿姨你好 你好主持人 您为什么不来到现场呢 我在这里听见他说要退了 我坚决的不同意他退 所以我就不想到台上 您没看出您女儿很痛苦吗 我看到了 您没看到他不快乐吗 看到了 那为什么还一直要求他坐下去 因为是我们家说来好坎坷了吧 吃尽了多少的辛酸啊主持人 太辛酸了 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快乐对不对 我希望我的孩子 能做一个大明星 赚很多很多的钱 养家 把我治病 我身患弹尿病 二十年了 耳朵也聋了 眼睛只看得到一点点了 他未必要用做明星的方式来出人头地 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啊 但是呢做明星的妈也是圆了妈妈的梦 妈妈很崇拜明星 崇拜过去的周旋 胡蝶 还有赵伟 林心如 我想要叫他圆 我的梦 多想他 能做明星吗 光心力量力 能光中耀主 又能帮助家庭 但是孩子不快乐 他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出人头地 未必要以做明星的方式啊 他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 他认为自己走不下去了 他认为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 自己并不喜欢这行 已经因为这个而耽误了青春 他今天想要放弃 我知道的 这样做了嘛 我知道我心疼的 我的确我是他母亲 我很心疼的 那所以你的决定是愿意来到告白之门吗 我心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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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说 我心疼的 那几四岁 我心疼的 我心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这么想希望他做明星 当初为什么不让他一考 当时是他爸爸的嘛 他掐着盯着的说 要叫他考这个酒店管理 说是那个酒店管理 有小费了 能赚大钱的了 钱来得快了 我是坚决的不同意的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了嘛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父亲让自己的女儿去考酒店专业 是因为他有小费 这个baby包啊 成成老人啊 人家给一点钱啊 这样啊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他指的是这样 那我冒昧的再问一下 他后来谈男朋友 你们是不是反对了 我说是他四爷还没有友成 就不能谈恋爱 他觉得谈恋爱 会影响我的视野 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谈了好多年 就这样偷偷摸摸 拖了好多年 男朋友也分手了 我已经28岁了 我飘不起了 我想做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我想有一个家 这就是我小小的要求 我想跟我父母说 但我放弃这一行 我不想再做演员 我真的不想 不支持 一万个都不支持 反正是这个演艺道路 导演也好 演员也好 哪一个没有的学律师啊 好稍等 我看这个 我看叔叔这么激动 这样吧 接下来告白时间 你先把自己所有的想法 跟父母说一下 接下来是小雨的告白时间 爸爸 妈妈 我 我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做这一行了 不可能 爸爸 一万个都不可能 你听我把话讲完好不好 我不想听你讲 刚才我讲了林永健 三十年四十年 你听我把话讲完吗 十年 爸爸 五年算什么 爸爸 你不要哭啊 你听我把话讲完了 一万个都不可能 妈 不同意 我28岁了 我不想再挨了 我想有一个家 我熬不起了 因为这一行太苦了 你们知道吗 我整容我多疼啊 我还给人家踩在脚底下 给人看不起 我真的不想做了 你们 我想永远的就这样陪着你们 照顾你们 我不想在外面飘 我真的飘不起 你们可不可以理解一下我 不理解 爸爸 必须要走下去 九年必须要走下去 我求求你 你放我走啊 我不想再做了 不行了 九年 九年 九年算什么呀 林永健老师三十年 四十年 我不做了 妈 妈 妈 你不要哭啊 妈妈的心都碎了 你们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想做了 你必须要走下去 妈妈也心了 过来 我们做其他的也一样啊 有些演员 三四十年 你九年算什么 直播的一题 妈 你们能不能站到我的角度 为我想一下 你要演过这个小电影吗 刚才你那个表演 我们也看了吗 还是蛮不错的吧 要这么一哈 又不登天了 这可能呢 妈 我求求你了 不要让我走了好不好 真的 妈 你别哭了 不要坚强 道路是囚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不可能一不登天吧 九年 刚才我举了例子了吗 父亲所说的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这种坚持我是完全支持的 但是在这个行业 他走了九年 目前的成绩 已经证明 他走不下去了 不要说他 就即使是现在 正在这条路上 走的很多人 他的成名之路 也遥遥无期 我会坚信 再过九年 如果你的女儿 再过九年以后 是三十七岁 他始终像现在 这样默默无闻 没有成功 请问 他逝去的那些岁月 谁来替他买单 我想问 谁来为他负责任 这十八年 谁来为他负责任 我能为他 你为他负什么责任 你能为他找回 这十八年的时间吗 这样说来就怎么办呢 是谁都希望 自己的子女成才 但是你似乎一点都不关心 他的快乐 你看你说的这些个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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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 你刚才说你能负这18年的责任 你怎么负 这18年的光阴是属于他自己的 他这18年的光阴当中 本来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快快乐乐的谈恋爱 甚至现在都可能有了孩子 但是他没有 是的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空间 由他自己选择 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 我这个女儿 她不会辜负你们的 她多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告白者 介绍一下自己 初晨好 我的名字叫何博 来说一下为什么到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来 那天是2月15号 我第一次去酒吧 其实我就想去酒吧放松一下 我进酒吧 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女孩 她穿着白色的上衣 黑色的牛仔裤 进去之后就发现她感觉非常的悲伤 看到她以后我的吸引力全在她的身上 酒吧歌手唱了一首歌叫《听海》 然后她就哭泣了 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去跟她讲话了 我就问她为什么 然后她说她被男朋友劈腿了 我只是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就过来喝喝酒 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电影啊美食啊音乐之类的 你们俩误诉中场之后后面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聊天聊到两点多 她可能也喝多了 她就跟我回家了 她跟你回家了 对 第二天早上她走的 走了之后我就是一天工作的没有精神 就一直在想她嘛 直到那个是2月22号那天 我就说能不能出来见一面 她同意了 然后我们那天去吃了西餐 看了电影 然后就像正常的情侣一样 就是聊聊天 然后我们就那天晚上她又跟我回去 那是2月22号那天以后 我在微信里面跟她透露 我说我觉得我对她很有感觉 我是很喜欢她 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下去 我发完这个微信之后 她电话微信就再也不回了 可能她觉得我是那种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或者她害怕受伤吧 我来这个舞台 就是希望鲜花能看到我的诚意 我希望她能做我的女朋友 怎么起那么土一名的叫鲜花 你起了 还是她的真名 肯定是她的真名啊 她的真名叫鲜花 你不是叫牛粪吧 她叫王鲜花 坦率地说 凭你今天的素色穿着 不像是很open的人 你怎么会去酒吧买醉呢 春春 酒吧里经常都是这样的男生吗 我想说我从来没去酒吧玩过 你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很宅呀 那天我的工作失忆 然后又失恋 我的业绩是公司的number one 我以为我可以升职 结果公司的领导给了另外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 让他升职了 那天我正好是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所以你就到酒吧里去借酒消愁 算是吧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没有 我要是悲伤 我只有一个习惯 在家里拼命地打扫卫生 先尘不染 擦马桶 我到 我要是想要到酒吧里去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悲伤 我觉得那不是排解心情的方式 那是寻找下一段恋情 你觉得你们是一见钟情吗 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一见钟情是一个很傻的事情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为什么 但是那天我就是一见钟情了 他跟我回家了 我真的就是喜欢他了 我还是不能平静 我故作平静 说你才跟你回家了 我还是不能平静 是谁邀请的 反正 我觉得那天是大家都喝多了吧 喝多了怎么会回你家 然后也是 关键是很有感觉吧 很有感觉 为什么会回你家 因为我认为 变了一个男士 不管他品性如何 是不会轻易邀请 陌生女人回家的 不管是你想那个什么 还是不想那个什么 你都不会带她回家的 那天真的聊得很开心 我就想跟她继续聊 你是想继续聊 还是想干什么 你聊可以通宵彻夜的聊 可以到江边 到后海 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 你干嘛要回家 我想说一下 就是2月15号那天天气很冷 所以我想说到我家 坐在沙发上 那你为什么不彼此之间互相 就那天晚上我就爱上她了吧 我说句实话 我今天已经27岁了 也谈过四五个女朋友 我说句实话 我一直属于那种比较被动的人 但是碰到这个女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就是想跟她见面 想跟她聊天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我周围所有的女孩都是那种 maybe很事故 很现实 为了往上爬 反正就是 不得手段也可以这么说 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就是 感觉非常的纯 然后非常的不事故 不现实 比如说有些女孩会问 你有房吗 你有车吗 她没有提高 她第一次见语 对 我想跟她长期在一起 所以我想把她带到我家 我想让她知道我的一切 男嘉宾是属于那种 斯文外表下掩藏者的 目定明确进攻型选手 他遇到真爱的时候 他就情不自禁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事 真的 他是真爱 酒后的放送嘛 真的算不上什么爱 有不严肃的开持 结果呢 对你也不会严肃的 你表白了 你痛快了 但他可不一定来哦 要有时间准备 我是金牛座的人 金牛座的人 碰到喜欢的人 就是会不顾一切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底细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 聊了两点钟 他的工作 他的所有的生活习惯 还有他所有的喜好 我都能了解 但是你太激动了 你要矜持一点 这个谈恋爱是这样 要慢慢的 要有一个过程 如果你不喝酒 会带他回家吗 其实我不喝酒的话 我也想邀他回家 聊聊天 看看电视 看看电影 总而言之 我要告诉电视 之前所有的观众 无论你是情能自禁 还是情不自禁 醉酒不是沉沦的借口 失恋不是放纵的理由 每个人一定要对自己 这小子 这是没碰上坏人 或者没有碰上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 否则的话 今天有后悔 因为男嘉宾 他有个很大的前提是 他之前是工作压抑太久 而且是没有得到上次的肯定 重点是自己的工作能力 是很强的那种 所以他这种发泄 就只能寄托在酒精上面 但酒精上面 遇到一个真爱的时候 他只能想说 我证明我自己很有实力 你觉得他跟你见面 第一次就去了你家 即使他也爱你 你们俩以后生活在一起 你放心得了吗 哪天他万一跟你也生气了 他也去酒吧了 遇到一个也长得挺斯文的 也跟他回家聊到了两点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吗 我见面这个人的感觉 我可以感觉出 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不是那种乱的人 你怎么鉴别他不是乱的人 看眼神 对于你们这种离奇的爱情 我不看好 每个成年人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必须尊重他人 不管是身体还是情感 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本能 但是要有控制自己的本领 要不然你不算是一个成年人 我说这话你认同吗 我认同 但感情的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 我没说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要控制住自己的手 控制住自己的脚 虽然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心跳 自己的肝脏分泌多少霉 自己的胰脏分泌多少胰岛素 但你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你不明白 内分泌的问题你管不了 但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手 不伸进别人的口袋 能控制住自己的脚 不迈进监狱的大门 但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心跳 自己的眼神 因为这一切只有药品才能做的 但是我们是成年人 我们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手和脚 行为自律 好吧 主持人说的很对 因为你这些事误会了其他的人 各个都跑到夜店去找这种误会 我觉得我们开始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段感情是真的 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帮我跟他告白成功吧 但是我希望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 控制好自己 所以我建议你在接下来 如果鲜花能够来到现场 如果鲜花能够来到现场 你们更多谈的是将来和自己争执的感情 就不要再谈你们离奇的邂逅了 没有意思 个例 个例 好吧 来请你站到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如果鲜花今天来了 却不愿见你 怎么办 我来节目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诚意 我希望他能被我感动吧 如果鲜花说上了这么一句话说 何博啊 不要太认真了 你怎么办 不可能 那我说如果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他跟你说 小伙子不要太认真了 你怎么办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他跟你说 我跟我前男友复合了 怎么办 他有可能吗 他不搭理你吗 他跟他前男友可能好了呢 你怎么办 如果前男友的话 那我就要跟他认真追了 你要跟他公平积争 公平积争 我就不相信 我就追过一个男的 那如果他非常客气地跟你说 对不起 那晚我是一时冲动 不可能有第二晚 那晚没怎么喝酒 好 行吧 我祝你好运 好吗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好不好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小 赶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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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博与鲜花在酒吧相遇 因为相似的经历 共同的兴趣 两人畅谈一夜 而后走到一起 自从与何博相似后 鲜花就因为自己意识的冲动 和放不下的喜欢 而深深纠结 他既想倾听何博的告白 又想试探他们之间 是否存在真挚的感情 我们要通过屏幕 跟鲜花聊聊 先一睹方融 先一睹方融 我也没见过 来 把第二现场开启 对 就是它 我现在说话他听得到吗 听得到 也听不到 你看你说什么 你要是说该说的话 我就让他听得到 你说不该说的话 我就让他听不到 我想对他说一段话 所以你自己选择 我想对他说一段话 说吧 花花 我知道 你在上一段感情 被伤得很深 我也知道 你害怕我没有诚意 其实在酒吧 第一次相聚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你了 从那天起 我的满脑子都是 那天跟你相遇的画面 我心里再也容不下 其他人呢 其实我来到这个节目 要求很简单 我知道我们相遇 在一个错的地点 我只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 好好地弥补 我们这段感情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不会是那个花心男 我会好好爱你 好好呵护你 不会让你哭泣 花花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她听到了吗 不知道 我问一下啊 王小姐 主持人好 她刚才说的话 你听见了吗 我听到了 你信吗 不信 为什么不信呢 因为这段感情 来得太快了 我觉得 没有安全感 有个问题 我们俩探讨一下 第一次可能是去醉酒 然后呢 情绪上非常激动 然后两人相谈甚欢 所以一时冲动 你第二次 怎么又会回她家呢 我不白说 我很喜欢她 但是你又不相信她 对 那你对她的感情 到底是怎样一种复杂性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这段新的感情 那段感情已经 彻彻底底的完结了吗 完结了 你现在的眼神告诉我 你很没有安全感 是吗 对 你的这种不安全感 是来源于自己 还是来源于男人 还是来源于上一段恋情 来源于我们交往的方式 我们认识在酒吧认识的 我一直在很纠结 就害怕她以这种方式 会不会喜欢别的女孩子 我也不知道她身边 有没有别的女孩子 也不是很了解她 所以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不质疑 以这样的方式 不能产生真爱 我认为这种方式 也有可能产生真爱 虽然这种方式 我很不认同 所以我建议你的是 不要因为方式的问题 而耽误了自己的真爱 也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而选择错了自己的爱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谓的选择权交给你 汪小姐 你要考虑清楚了 接下来是何博的告白时间 说什么你自己清楚了 好不好 来 接下来是何博的告白时间 花花 我知道你觉得我们 发展得太快 你觉得我们相遇在一个错的地点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是第一个 让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我很舒服 我可以幼稚地跟小孩一样 我可以说出我想说的一切 我愿意倾听你想说的一切 说句实话 我现在老子也很乱 我只想说 我不要求什么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就像一般的情侣一样 出去看电影 出去吃饭 出去旅游 所有的一切一切 都跟情侣一样 我们忘记过去 展望未来可以吗 花花 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就要一个机会 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啊 那好了 微晓得 我不会再在跟 wanting 栗 你 要 会对我一辈子都好吗 那必须的 那如果要是遇到下一个女孩 你会以这种方式是下一个女孩的话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 我很爱你 已经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了 如果让我再接受 去真的去爱我一辈子 不是你现在这么说的 2月22号那天之后 我想了一个月 你不接我的电话 不回我的微信 我真的每天都在想你 我知道 你可能怕我是一个花心的男 男人 但是我想说 我来到这个节目 有这么多的现场观众 这么多的嘉宾 还有主持人 还有全国电视的观众朋友们 我就是想表达我的诚意 所以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在犹豫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你也是喜欢我的 何博 不要 无论 spoil 我 多 帮我 再 我 帮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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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